買這個帽子, 藍色好像挺不錯 這個太大了, 粉紅色 太大了, 不好, 再看 Kelly姐姐, 似乎你好像煩惱要買東西 對 買東西要想想是否真的… 是否真的有需要, 我記得你說的 想想前買東西, 買東西之前要想一想 但騙人小哥, 你先幫我看看, 哪款你覺得比較好 先問一問, 你買東西的動機是甚麼 我的動機是我的朋友一塊移民 所以我整群朋友都捨得一句 就打算買一份禮物送給他, 給他驚喜 他本身喜歡環保 騙人小哥, 你幫我看看 這些物料會否對大自然環境造成影響 我看你有這個周牆的計劃也不錯 先去留意你的朋友的需要 看他喜歡甚麼 還要留意物料 你覺得可以嗎 但我有一個問題想問 你看這些產品之前 有否打聽你收禮物的朋友 家裡會否已經有 又或者其實他替換的習慣是怎樣 他嗎? 我看他經常用來用去都是那一款 而且都用得足夠了 你看這些新款 又輕又意外大 而且很坑位, 好像好一點 但我還是覺得… 但我還是覺得… 有些不太妥 甚麼不妥 我擔心你中伏 中伏? 這個假的嗎?不是 阿詩, 有甚麼問題 我真的未曾看完 但你的想法其實我覺得還可以調整一下 例如我這樣問問你 朋友這麼堅持用同一個產品 用這麼久 他有沒有和你投訴過這件物品有問題 是甚麼問題 又會不會這個物品是別人送的 例如在一些紀念品 生日禮物很有紀念價值的時刻 對呀, 你說是生日禮物就是 這樣吧 另外的物品雖然比較殘舊 但它每天都有用 其實總有一些原因 你剛才也有提到 新的物品可能你選擇的 會改良了生命的設計 但可以試一下去看看 其實這個新的物品的功能 跟原有用的的 會不會相同 會不會有提升了 又或者可以試想想 雖然物品的外表殘舊了 有沒有機會可以翻新 令它多重意義 又可以重新使用 這個其實也是一種提升 一種升級 可能會對用家的意義更大 精心再造 沒錯 如果不是幾個環保產品 又強行買了送給它 其實有機會構成了 一些多餘不必要的環保消費感 其實如果你想環保送禮 不一定只要考慮 買環保產品才能做到環保的效果 如果可以細心觀察 以及多大膽地問 拿多些資料 一樣都可以做到 那就不會中伏了 細心觀察 大膽法文 讓我立即約我的Frenchery T 看看它有甚麼需要 我們會不會中央 再次再次看 一會兒 再次看 我們會不會中央 再次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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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